這隻錶就厲害了 我什麼都不說,讓大家直接欣賞一下這隻錶 看一下顏色 顏色很準確,還原得很真實 還有這個 這個才厲害,這個才是封面 這個就是西非利 大家可以看一下,這隻錶 先按一下 看不看到秒針的計時功能 看得到,很漂亮 跟機械錶差不多 先跟大家說一下 這隻是WLab香港牌子 所推出的手錶 WLab其實跟我們 AutoShop的合作都 合作無間 他都知道AutoShop 或者是Bill和Rick都喜歡 骷髏頭這件事 他往往會很喜歡在手錶 加個骷髏頭 作為AutoShop的限量版 或者特別版 有例如這一隻 不好意思 這兩隻你暫時在外面都沒得買 沒得看的 應該就是AutoShop才有 即是獨家的 暫時是獨家的 厲害 但有骷髏頭這些 真的會是AutoShop獨家 外面是沒得買的 還要出這個 這個現在近期 你真的說說這個配色好 這個開箱你那飯 為什麼呢 看到這個顏色 不知道為什麼想起你 為什麼呢 你經常努力試 不是努力試的 天天你都努力試 其實近年 這個顏色在錶界裡面 即是在這兩年 都是一個icon來的 很多錶都用這些顏色 去吸引一些年輕一點的朋友 普通小牌子 我看買得起的不是小朋友 對 沒有牌子 你在香港綜合財都賣不到 沒有牌子 沒有牌子 有一個白色的techimeter的字 還有你可以留下 以後的subtiles 框框是通洞的 是 通洞的意思是什麼意思 對比一下這個 你就明白了 噢 它subtiles的框框 整個金屬片 貼上去 是 這個相對硬朗一點 因為它的圈 整個圈都做到鋼色的 金屬 還做了一個環境的nice 是不是有陣膠在前面 還是怎樣 是沒有的 我的眼睛是不是有點木 還是玻璃不夠清 夠清了嗎 夠了 夠了 我剛剛按著計時 它就算到現在 是 大家可以留意到 三點鐘位這個秒 不是這個分針 已經走了少少 不是這個 是這個 9點鐘位這個分針 走了少少 這個就是計時分針 9點鐘位這個小圈 下面6點鐘位這個小圈 就是一支小秒針 是 小秒針通常會 象徵這個機身 這顆石英機身 它的電力可以長久一點 為什麼 因為這秒針小一點 所需用的電力都少一點 噢 這個我第一次聽過 我以為是一樣的 是的 通常都可以玩久一點 這些通常都玩兩三年的 你不是經常穿它的計時來玩的話 明白 好 那我pause reset 回計時先 飛反得很厲害 一下子飛回去 它會 3點鐘位 24小時顯示 哇 你知道現在顯示的4點3 是凌晨的4點3 是的 沒錯 那麼4點半位 最後一個日曆 一共兩隻色 新色來的 新鮮滾熱 我記得之前是賣很便宜的 之前嗎 是啊 幾塊水 是啊 現在呢 那價錢都不會不合理 但是這隻熱炒式來的 這兩隻不炒了 不炒了 是不是 正常跟著它 正常價錢就可以了 多少錢 多少錢啊 880元 哇 好容易頭 之前那隻紅色都不斷賣貴一塊水 880元 不要說那麼多 好抵條 好抵條 你是全實心鋼帶 當然啦 扣錶帶的錶頭是幾塊水 是啊 當然啦 這隻很漂亮 剛才 我今天一來到 我都被這隻錶深深地 呆了 維生來到看到錶 吸引了 對 顏色真的很漂亮 你說用來日常 這個頭暗PP 是嗎 大家都是骷髏頭 PB那隻很麻煩 PB那隻五車一來 英武龍車一來 不是那隻PP Fillip Plain的PP 不好意思 不是Petterfiller 我弄錯了 你知道我初初入行 我知道有PP這個牌子的手錶 然後我看到老闆 經常拿著PP的錢包走 我心想 PP有出袋嗎 有錢包這麼厲害 原來有鞋子 其實有PP的錢包 是那些贈品來的 其實他們的大品牌 都會做一些贈品 送給人客 送給VIP的 努力士出一排的掃掃 鎖匙購 很多東西 有的 我也見過 有的 我也有把縮骨傘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特別好用 有把自動縮骨傘 豪 所有貨都未到香港 吊引到這樣? 吊兩星期啦好嗎? 兩星期可以接受的 我最來試過訂超過半年的貨品 880元 明天可以下來旺角看 預訂兩個星期左右就到貨了 不過第一批貨就怎樣都是 我想應該只有20多隻 那麼少 想第一批即時最快 第一時間到手的 明天好來了 網上可以訂了嗎? 那要網上安排 網上的同事 WhatsApp可以留嗎? 最好來看看標籤 始終有兩隻顏色 你可以慢慢選擇 好 好 那維生未來的五千元 一萬元應該叫做消費券有什麼想法呢? 沒有想法 其實我每一次上次那輪的消費券 我都是不明不白地用了 即是吃飯啊 坐車啊 吃午飯啊 慢慢就淹了 就沒有說很刻意去買些什麼 我就已經想好了 是什麼呢? 我這五千元我會買一支鏡頭 嘩 咦? 那你的鏡頭 你這支鏡頭五千元有抓的嘛 我這支鏡頭五千元有抓 咦? 我想他弄個黑色圈 但是貼分一些blue字 要不要先全免費了 你喜歡這個 我們通常訂購就兩樣東西選擇 第一就是給卡給EPS 給什麼都好你可以全免費了 另外就是你可以落500元現金 做訂金 留意訂金一定要現金 好 否則我們會賣數不能 其實這個牌子很壯妙 這個牌子你玩的時候已經有了 我玩什麼? 你在Hotel Shop玩的時候 是啊 已經有了 是啊 我都沒有出世了 不是 出了的出了 但是我剛才說說得太快 還沒記得跟大家說這支多少mm 咦? 是啊 這支尺寸一樣 沒有變大變小的 是 一樣都是41mm錶圈的 是啊 不是是42mm 42mm 42mm 順便就上個手給大家看 好快地 你手碗 你有沒有量過自己多少cm? 手碗 沒有 其實我的手算好油 是嗎? 以肥仔來說 你真的可以叫肥仔嗎? 其實真的挺漂亮的 是啊 行啊 我剛才剛剛上完手發覺 好漂亮喔 原來真的挺漂亮的 你還沒想過手給大家看 好 石英康老不對針是有得調教的 沒錯 是啊 我們其實 曾經 那個調教的方法呢 不同機身就會有不同的對應調教方法 所以穿好拿來先 我們看看能否幫到你 其實想避免這個 這個計時錶針不對針呢 盡量呢 當你開著了計時之後 記得止 記得stop 才去reset 是 這樣呢 就會保持到 即是錶的那支針都是會對準的 明白 但如果經常 在上面遮遮光 但如果經常都不去 關過計時直接 按reset 嘩 這樣呢 就很容易 那支針慢慢就會走歪了 嗯 有夜光啊 Oscar你說得對 一定有夜光的 其實我覺得呢 好像autoshop呢 介紹了那些錶呢 我留意了那麼久 那些錶好像是必定有夜光的 強弱都一定要有 是的 不能不夠沒有 我暫時好像都沒怎麼見過 有沒有夜光的錶 so far就應該真的沒有 是啊 真的沒有 除非那些斯文到整些針 都不會有夜光位的那些 因為你們都知道 錶彤多麼喜歡夜光的 是的嗎 不是嗎 他很多都是夜光的 他很喜歡一些發光物體的 是啊